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心情特别紧张 然后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我女儿去念初 然后我就继续在演艺方面的工作 就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已经这天命的年纪 李立真为了以最佳的状态举行婚礼 心急的她也是病急乱投医 之前就曾用药过猛而导致脸部僵硬几乎变形 当天虽然李立真的妆容乃至服饰都有津津的打扮 但出场无人时的场面也是令昔日女神的形象一落千丈 不过面对镜头李立真也是大方承认 自己确实尝试过多次的微真心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女神形象不不往昔 但当天依旧不乏众多粉丝的捧场 其中一位疯狂男粉丝不仅几度索要签名合影 更与前来维持秩序的保安大大出手 血剑当场 最后更是趁机施暴逃离了现场 血剑当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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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剑当场